前新竹市長林志堅被指控論文抄襲案 現在雙方達成了和解 自訴人余振煌撤告 但是林志堅強調 因為造成社會紛擾道歉 沒有所謂的抄襲情勢 到現在還在說自己沒有抄襲 時評語言黃耀明在今天臉書發文揭露 說林志堅的委任律師 確年底曾經寄信給余振煌要求撤告 而信件當中提到了 余振煌在二零一六年七月 所完成的碩士論文 涉嫌侵害林志堅先生 以及民調公司的著作權 請將七天內撤回 對林志堅聲審的字數 否則林志堅先生將會依法追究 黃耀明指出 根據我國律師倫裂規範 律師在處理受任的事件時候 如果知道相對人或是關係人 已經有請律師的話 那麼不應該沒有經過委任律師的同意之下 直接跟當事人討論案情 而余振煌的律師 委任律師張又齊 以及曾偉凱還有吳俊達等律師 是去年七月八月的時候的事了 而他的律師團 對他常常面對新聞媒體發言 林志堅的委任律師 怎麼可能不知道不知情 竟然要擅自寄信 要求余振煌撤告 黃耀明加碼透露說 其實在調查和解當中 法官聽到了余振煌這段描述 也直接對林志堅說這就是你們的不對了 前新竹市長林志堅涉嫌抄襲余振煌的論文 全場傻眼一個票借犯嫌宛如化身巨星出場 林志堅發明片是在他一開始進入法庭的時候 那他也試圖去找這個余振煌握手 那但是余振煌是拒絕了 那一開始林志堅態度是蠻強硬的 就是說他並沒有抄襲 在調解庭上林志堅不斷強調自己是受害者 甚至脫口說出本來桃園市是他的 但後來都沒了 余振煌也超不甘心 說自己在調查局疑似遭高層打壓被冷凍 不但被調內勤考基打到疑等 還要被監察院調查 林志堅一聽一個冷回 說現在我沒有能力幫你 什麼叫本來是你的 這種心態就是家天下的心態 我現在比較沒有能力 他意思是你以前很有能力 弄到余振煌被這個調查 然後被考基打疑等 林志堅在法庭上還在比看誰比較慘 直到余振煌曝光和解條件 林志堅這才閉嘴放軟身段 余振煌提出了一些所謂的和解條件 包括他要在民進黨中央開記者會道歉 還有登報道歉 林志堅能夠捐款大概200萬元 這個案子官司打下去 我告訴你林志堅要坐牢的 我覺得民進黨裡面很多的壓力 撕在他身上 林志堅最後以指定捐款30萬元 給公益團體當和解 論文案和解戏碼 林志堅小動作評評 他的委任律師第一時間否認 換名片跟握手 卻慘被余振煌打臉 揚言追究其律師涉犯律師法 論文案看似和解落幕 卻意外扯出案外案 記者張正銘王志堂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民進黨的姓騷 以及痴犯世界連環報之後 調查小組目前已經公布了 第一波的結果 時任的婦女部的主任 徐家田確實有疏失 但負責督導了時任的 副秘書長林非凡 沒有違背黨規 各界捧說過去全黨庭操襲的林志堅 現在竟然又是全黨就包庇 姓騷的林非凡一人 民進黨大爆姓騷 仇聞痴案 最初女黨公遭姓騷 還被前副女部主任 徐家田問為何不跳車 要她練習大叫紓壓 民進黨公布調查報告 徐家田卻有疏漏 但當時負責督導的林非凡 卻說沒違反規定 各界炮轟 民進黨對林非凡 根本是親情放下 教導說你為什麼不跳車 許家田 民進黨的所有的人 他是用這種態度來做的時候 他當然認為林非凡處理得宜 民進黨就是一個性騷吃案黨 在性騷吃案黨的黨綱第一條 本來就應該放進去 性騷吃案來每一個黨員的基本利物 民進黨就是雙標黨 他一向是雙重標準的 怎麼叫人家跳車 為什麼不叫 為什麼到華山草原去大喊 林非凡是負民主黨 你是直接監督的 那你知道這個事情 弄得好像沒事似的 怎麼沒有責任呢 如果這個沒有責任 那所有人都不需要負 什麼行政責任的 網友狂炮轟 全黨挺抄襲 真的不演了 全黨就議人這劇本再度上演 更有人諷刺 不護航就不是民進黨了 藍軍炮轟 現在政院要提性騷三法修正案 更是諷刺 民進黨對於林非凡的處置 真的是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性騷三法再怎麼修 只要你們全黨平議人 還是會有包庇吃案的情形 只是變成民進黨對於 性騷處理的遮羞部而已 而之前被爆 曾在多家媒體任職期間 性騷女同事的國影中心 董事長藍組衛 文化部一開始沒調查 直到藍組衛 宣布辭去董作一職 國影中心馬上有員工跳出來 爆料藍組衛 非常愛碰觸女同事 還言語親服 文化部才說啟動調查 性騷咪兔風潮席捲全台 擔當民進黨中央帶頭吃案 甚至說查不了 人民又要如何相信 執政者能保護百姓 記者向後努力一選 台北報導 在政壇的性騷案 風暴是如滾雪球般擴大 每天都有一報再報 從一開始是民進黨先爆發 接著國民黨 民眾黨也傳出有性騷事件 而前台北市議員 羅志強分析說 不管是藍綠白 確實都會有這些 手腳不乾淨 道德有瑕疵的人 但是綠營沒有資格 見列欣喜 因為從頭到尾 就只有民進黨在吃案 甚至還說出一些 離譜的理由來袒護加害者 現在民進黨都很開心嘛 對不對 因為藍營也有嘛 綠營 白營也有嘛 你看原來姓梢爾是 藍綠白都有 對 姓梢爾藍綠白都有 但姓梢爾 沒有顏色之分啦 可是有加害人跟被害人之分 我說實在 你想你憑什麼高興啊 你要盡力欺行什麼 陳薇廷襲凶案的時候 林非凡是站在加害人這邊的 他說我們不是玩人 幫那個林非凡開拓 還肯定林非凡 面對問題的勇氣啊 他們那時候的主席 蔡英文是說 不要讓林非凡傷痕太深 那也陷入性騷 甚至性侵未遂風暴的王丹 這名言是不好色是人格缺陷 他反顧還說你們有人格缺陷 所以你們這些不姓騷擾人 有人格缺陷 我只問一件事 我就問一件事 今天發生在白營跟藍營裡面 誰講出這些話出來 你告訴我嘛 誰講這些話出來嘛 你跟我講嘛 有沒有嘛 姓平法很簡單啦 你只要知道有這個 姓騷擾的情況之下 我不管他要不要走申訴程序 不管他要不要走申訴程序 你都要立即採取措施 有效的措施 林非凡你有沒有 你就是沒有 所以你就是痴案 然後民進黨竟然給他 下了一個評語叫做 處理得宜 各位 你看到差別在哪裡了沒 差別就在面對性騷擾的時候 民進黨那種護航的嘴臉跟態度 然後到最後性騷擾 要必須處理的時候 許家庭會講說 你為什麼不跳車 你為什麼不大叫 蔡木林說你把人家火煽起來 我他當然要去撞門 他講更難聽的話我不敢講 我覺得講的很噁心不講 這就是差別嘛 侯友宜他昨天也到了台南七谷 去傾聽漁民心聲 看到整片的漁溫 現在通通通是光電板 漁民抱怨連連還有超過30年民進黨的老黨員痛罵蔡政府強推光電政策 害他們都要沒生計了 當場呢他是情緒崩潰向侯友宜訴苦 我們剛才我的運動 嚴重地這麼多不去撞 不用就出我的辦法 這就有什麼政策啦 一看到侯友宜 台南七谷漁溫的漁民忍不住大崩潰 控訴蔡政府為了2025非和家園高光電 結果反倒讓漁民快活不下去 民進黨30年的老黨員更是心痛 原本的漁溫圈變成光電板農場之後 還可能因為清洗光電板 將化學廢水排入養殖池中 漁民崩潰炮轟蔡政府欺騙社會 蔡政府堅持廢和搞綠電 外界炮轟其實就是有不少人 看上光電產業龐大利益 想吃乾抹净才不顧漁民生計 綠能光電產生了太多的弊案 做不到非和家園 我們更應該想把人員的配比 考慮到核能 下天到了缺電危機扶障台面 蔡政府狂喊的非和家園 其實是犧牲了百姓生計 這樣的家園怎麼能讓人民安心 記者相容如李璇璇台北報導